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你相信地球上有虫洞吗 这个被称为最有可能是虫洞的地方 当地土著认为 通过它就可以通往外星球 它就在距离秘鲁的德迪卡卡湖畔不远的地方 是一个令世界各地游客迷惑不解的区域 每到特殊的节日 当地土著们就会来到这片高地的岩壁上 举行仪式和祈祷 这个传统的风俗 一直被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而这里被称为众神之门 也被称为星际之门 虽说它是门 但它不能打开 从外表上看 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神秘大门 被雕刻在一块坚固的岩石上 众神之门坐立在一个海拔 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地方 当地人一直相信它是一个入口 即使它看起来是打不开的 千百年来 众神之门一直被当地土著祭拜着 它从不被外人所知 直到1996年9月 一位名叫何塞路易斯德尔加多马曼尼 在哈尤马卡地区的一块 为开发的领域闲逛 突然 它发现在不远处有一面 类似一堵墙的山体 当它走近一看 原来它不是墙 而是一个巨大的门型结构 用尺子凉了一会儿 发现这个门很奇怪 它竟然是一个正方形 长和宽都是七米 在这个大门里还牵套着一个小型的内凹门型结构 宽约1.2米 高约1.8米 它试图用力推了一下 不管是大门小门都是打不开的 即使这样直觉还是告诉它 这个门型结构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物体 它一定有它的历史和研究价值所在 它欣喜万分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相关的考古机构 很快就有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到这个地方 但是不研究不知道 一研究吓一跳 原来这个门型结构真的有它非凡的来历 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想到了一个在当地土著部落中流传已久的传说 相传当地古印度安人的祖先一直在祭拜着一位天神 而他们的神来自一个叫查卡纳的星球 神告诉他们的祖先查卡纳星球是一个如同仙境一般的地方 当时的古印第安人都很向往 但神告诉他们一般人是不能去的 只有被神选中的人通过这扇门才能到达 而且还要找到被遗留下的金色圆盘才能打开大门 这个金色圆盘被当地人称为圣地的钥匙 神还告诉他们被选中的人必须是一位勇敢又善良的人 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怎么看都有点神话故事的意思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 真的有神被选中并通过这扇门的人吗 还真的有 时间来到1511年 当时在中美洲的巴拿马地区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南方黄金国度的传说 说是在南方有一个神秘的国度 那里黄金多到连日常生活的碗盘器皿都是以黄金打造的 这让无数的探险家驱之若鹜 后来人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听到了更多关于黄金国的详细描述 说是只要一直往南走就能找到黄金国 于是人们从巴拿马一路南下发现了印加帝国 印加帝国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误认为了黄金国 1532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武士的授权和支持下 一个叫匹萨罗的男人带领着一支不到200人的队伍踏上了征服印加帝国的征程 在这场史称卡哈玛卡大屠杀的伏击战中 匹萨罗带领着106名步兵和62名骑兵 在现场有8000多名印加士兵在场的情况下 以极轻微的代价留下了2000具印加士兵的尸体 俘虏了印加国王 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了冷兵器遇到热兵器的悲哀和无奈 1534年为了彻底消灭印加帝国残存势力 匹萨罗准备入侵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克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一位叫做阿玛鲁穆鲁的神父那里 听到这个消息后神父慌了 因为库斯克的太阳神庙中供奉着印加神赐予的神物太阳圆盘 为了让神物免遭西班牙殖民者的掠夺 目录从神庙中偷走了太阳圆盘 逃出了库斯克 前往德迪卡卡湖 但是库斯克离德迪卡卡湖的直线距离超过150公里 目录往哪里逃不好 为什么非得去那里呢 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印加神话中 他们的创世神维拉克查就诞生在德迪卡卡湖 他出现之后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 同时吹了一口气给石头创造出了人类 但第一代人类是无脑的巨人 维拉克查很不喜欢 于是用大洪水摧毁了他们 接着用更小的石头创造出了比巨人更智慧的人类 并将他们抛洒到世界各地 最后维拉克查踏步而去 消失在太平洋中 传说维拉克查会在他的创造物遇到困难时出现 所以目录的选择也就不奇怪了 到了湖边 目录找到了世代居住在德迪卡卡湖高原的爱马拉人 向他们寻求庇护 爱马拉部落的萨满告诉目录 在距离湖边不远的哈尤布兰德地区 有一个通往众神之地的门户 只要拿着神的信物就能将其激活 在萨满的帮助下 目录来到了门前 将手中的太阳圆盘放到了门上面的凹槽处 门就开了 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一道金光从里面射出来很刺眼 旁边的人们还没看清里面是什么样子 门就关了 目录也随之消失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场的人将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口口相传至今 从那时起 当地土著就一直相信 众神之门可以通往神的家园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Tagana星球 而这扇门则是穿越之门或是虫洞 而根据这个传说来看 眼前的众神之门 似乎就是目录曾开启过的传送门 而中间的凹陷应该就是他放置信物 也就是放置太阳圆盘的地方 除此之外 考古学家在众神之门的墙上还发现了一幅奇怪的壁画 壁画里刻画着一些文字和诡异的图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画着四人非人的奇怪生物 当地土著都认为画中的人物就是他们所说的神 这个生物看起来完全不像地球人 它的头部不像人类一样是圆的 而是长方形的 其中最奇特的是它的手指 左边六个右边四个 以上种种特征都似乎表明了 古印度安人他们所崇拜的神不是地球人 而是来自外太空或是多维空间 但因为年代久远研究者们已经没有办法考证 目录究竟是怎样开启众神之门的 而他手持的信物也就是那个曾被放置在神庙中的太阳圆盘 很显然就是一切的关键 但是有考古学家研究过 众神之门的石壁材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只是当地普通的石头 而太阳圆盘如今又下落不明 对于众神之门本身的研究已经无法继续进行 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录前往的众神之地也将是永远的迷呢 还真不是 后来有研究者发现 印加人很有可能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在印加语中 查卡纳 查卡纳一词 对应的 是一种由等臂十字架正方形和空心圆组成的图形 在印加文化的覆盖范围内 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对于印加人来说 它可是极具意义的 因为它就像太极八卦分阴阳一样 展示了印加人的宇宙观 查卡纳其实也分阴阳 更具体来说就是图形的上半部分代表了实际存在的物质世界 而下半部分则代表了虚幻的精神世界 比如在马丘比丘的三窗神殿中 只有半个查卡纳 当太阳照射其表面时 另一半查卡纳将会以阴影的方式出现 对应了虚幻的精神世界 印加人还将代表物质世界的查卡纳分为三个部分 最上层的部分叫哈纳帕查 是神居住的地方 中间的部分叫凯帕查 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世界 最下层的部分叫做马库帕查 是死者和恶魔生活的地方 除此之外 历史学家说 查卡纳这个词是一个仿生词 延伸于一个古老的名词查卡 而查卡在印加语中代表桥 意思是越过或者穿越 穿越总得有个目标吧 那究竟穿越到哪里呢 现代自然历史学家 何塞德阿克斯塔认为 印加人口中的查卡纳 最初指的并不是那个特定的图案 而是猎狐座腰带上的恒星群 这么凉凉一联系 我们就能够从中得到一句话 穿越到猎狐座腰带上的恒星群 而他们崇拜的神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猎狐座腰带上的恒星群 但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吗 也有不少人哈哈一笑 认为大家说的太玄乎了 那所谓的众神之门很有可能只是古人修建的房子吗 只不过支柱和房体大部分都坍塌了 只留下了一面墙罢了 不过脑布君认为 古代的很多神话有时看起来有些夸张 但往往这些神话来源并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古印第安人的神话真的存在的话 那么你们认为 这个秘鲁巨石门有没有可能就是虫洞 而他们所说的神就是宇宙中的高维生物 通过这扇门曾经来过地球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布君 我们下期再见